一個是機場貴賓室工作的女人初步確診,她沒有打針,有專家相信較大機會在機場感染。 反映到整個我們的外防輸入,機場仍然是一個缺口,她沒有打疫苗,即是說她不需要這個職位打疫苗。 她可能入面是沒有檢測的,這樣的情況其實是一個明顯漏洞,我想去航空公司和機管局都要去看看,因為這些漏洞其實足以隨時引致一個大型的死區爆發。 那名女員工住的東涌日東村美日樓昨晚被圍封,1614人完成檢測,沒有發現確診個案。 政府下集會有疫情記者會。